好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两把借诸葛亮的素材嘛 然后借诸葛亮按照我自己的话来说 就是说诸葛亮是全阔最有操作感的武将嘛 然后这边诸葛亮终于升四星了 然后升四星的作用其实大家应该都知道了 就是说可以免费点价 然后三星的话是得到一个这个招募令 然后这个也算是显化了吧 然后按照这个现在对局来说 这个杨修是这个名坛嘛 杨修是一个反贼 留言区打了这个杨修 杨修直接说给这个留言说 不能让他使用基本牌了 留言这边废屎立木嘛 废屎立木直接说没用了 然后这边蔡文姬说跳了一个忠诚嘛 蔡文姬蔡文姬当中其实挺挺那啥的 就是玩蔡文姬当中 其实小内斗一般都有可能撕票的 就是说你蔡文姬当个忠确实恶心 就你让内怎么赢嘛 就蔡文姬当个忠诚 而且还是个芥菜 芥菜的加强就是说 他的红桃牌是回两回两点血 然后判定的方片牌是这个摸三张牌嘛 然后很多人其实买芥菜的原因 就是说为了挤这个芥的山灯吧 就是这样的 然后赵湘这边 赵湘这边跳了个反贼 就是看到这种队友 看到这种选将 看到这种队友 其实有点头痛的 好这边曹冲说继续跳了个忠诚吧 那我想的话应该是没有 这把应该是在我眼里的话 这个刘烟组 还有这个蔡文姬这个忠诚 其实蔡文姬这边不死的话 我觉得那是应该不会跳的 好曹冲这边开了一个AOE 然后挂了两把武器 到了我们的回合 我们这边是 就是因为前之位已经跳了一个 跳了两个忠诚吧 一个这个刘烟组 然后我直接说 赌这个蔚炎是一个反贼 让他去快乐了 好看到这边关心 关心这边有个南蛮入侵 南蛮入侵直接放顶就行了 南蛮入侵加顺友千羊放顶 然后蔚炎这边 刚开始有个这个五谷风筝的明桃 蔚炎这边直接抱这个秦谋寺嘛 看看有没有人说 给这个蔚炎打出一点 就给他卖点血 那这边就是蔚炎这边 只摸了两张牌 那我们还是说按照 我们还是得给他卖血 就这边只能说赌这个蔚炎 他是一个这个 他是一个反贼嘛 不然这把游戏其实已经很难打了 那蔚炎这边几下杀下去后 蔡炎这个杯哥 这边蔚炎其实已经有点崩盘了 而且这边蔚炎的杀不多嘛 尽管我们帮他控制着 那个南蛮在顶上的话 那这边蔚炎其实还说有点尴尬的 然后蛮总这边说 没有这个发动这个俊行 或许是他手上没有基本牌吧 那刘炎这边继续去杀类到杨修嘛 杀类到杨修 杨修这边还是说选择扶这个基本牌嘛 其实杀类到以后 其实可以扶这个锦囊牌嘛 让刘炎这个不能不能发动立幕 其实效果也是一样的 这样而且这样留牌的话 刘炎只能说留一张锦囊牌 好蔡文奇这边一刀 把这个杨修给打到冰死 那我们这边得把这个杨修拉起来嘛 就这个人头肯定不能给忠诚收的 就我们收也行 这个队友收也行 但是不能给忠诚收 好赵湘这边一张乐不自主 去乐这个曹丛嘛 没有问题 过回拆要把这个白银石子给拆了 其实都没有问题 看曹丛这边怎么打吧 曹丛这边这个被这个蔡文奇给放出来 那这把其实有点不好打 然后曹丛这边再开始梦游了 因为铁锁连环去 去连到这个杨修 这我是没有想到的 就是连杨修不可能连得上的 而且是相当于给杨修过牌吧 然后曹丛这边牌是有点问题嘛 就是你可以先九杀嘛 先九杀在铁锁也没有什么问题 好到了我们的回合 我们就继续关心嘛 关心去控点这个对吧 控点这些有用的牌嘛 拿了一个决斗 尝试说去能不能杀掉 击杀这个留言嘛 好注意这里我铁锁没虫 既没虫住也没有那个 也没有连起来 为什么是因为这样 就是满虫这边 他还是跳了一个中层的身份嘛 这把其实有小内的话 有小内的话就是说 你得防一下这个满虫的这个军型嘛 所以这边留了一张这个 铁锁连环在手上 就防止说被翻面嘛 如果被翻面的话 确实已经没法打了 那这边卫严被这个留言给击下了以后 这边反对其实是一个大崩盘了 就是这种时候又到了这种 怎么翻的手 就这种时候小内如果再不跳出来 这把比赛确实已经没法完了 那这边加上这个4号已经被勒了嘛 4号本来是个白板 他也不变身 然后被勒了以后也确实没有什么用 好注意我这边拿牌嘛 我这边特意把这个速度给调慢了 我说要我的拿牌 我当时拿牌是拿了一个这个 负义环和诸葛连环嘛 意思是说这个装备特意不装 就防止这个满虫说继续翻我们嘛 没想到这个满虫丧心病狂 直接拿一张武器牌 拿一张这个装备牌来翻我们 那我们这边没有锦囊牌 说只能被他翻了 那这边更加不好打了 这边被翻面的话 一回合不能动机 很伤的就在这种快节奏的版本里 那到了赵翔的回合 赵翔这边还是说继续梦有嘛 九杀蔡文鸡 那九杀蔡文鸡完了以后 这个赵翔也被翻了 那赵翔被翻了 那这局又是就真的 反对这边已经劣势了 那这个小内终于肯跳了 曹冲是个小内嘛 曹冲是个小内跳出来了以后 我们这边先被翻面翻成正了 不能动 好 曼冲以为我们这边就全基本牌的话 他拿一张基本牌来翻我们嘛 我们这边把这个诸葛联奴给丢了以后 就没有被翻面 其实也是挺幸运的 这边有 其实这边有个好事啊 就是说这边留言卡距离了 留言卡距离了以后 我们还有这个操作的空间嘛 毕竟我们是诸葛亮嘛 我们可以说选牌嘛 就还可以操作一下 那我这边也说了嘛 就是说这个留言还在骂曹冲 说这个曹冲怎么玩呢 说杀这个反贼不祥嘛 就是说你留言 这边留言他玩内他已经进到这个小内的本分了 他没有直接撕票已经很不错了 就确实你这种孤傲菜文鸡当中 确实小内不撕票很给面子了 那这边这个牌是九三杀一个加一码嘛 其实牌很差 这边直接选择拉底了 那我们这边应该是吃一个桃直接过来 然后再去把这个满宠和留言的手牌给控一下 好 看我这边怎么打吧 我这边选择一张杀把这个队友给杀了嘛 因为后置位是三连 就是三两中一组 就三连洞嘛 所以这边照相是活不了的 我这边吃桃 注意我这边丢的排行是杀和桃子嘛 我这边又没有把铁锁给丢了 还是那句话嘛 就是你要时刻防着满宠去翻你 就但凡满宠这边来翻你 你就打不了了 那这边流火杀的原因是这样的 就是看到这个曹冲有个藤甲了没有 就是我们得借这个曹冲之力把这个流言给杀了 而且流言这边凉血 这个曹冲刚好不能发动技能嘛 所以这边就靠这个铁锁来翻盘了 看流言这边怎么打吧 流言这边牌是被我们控的 就是他是一张这个冰凉村断加一钢杀 他这边打得很难受 他这边只能说丢牌 而到了蔡文姬的回合 蔡文姬这边选择挂一个杖拔手帽嘛 挂一个杖拔手帽 把这个曹冲的武器拆一下嘛 防止失票 而且这样打的话 就是说你就逼着这个曹冲来吃菜嘛 就是你曹冲但凡一点 但凡想赢一下的话 他就他就不可能去杀这个蔡文姬嘛 那我们这边怎么打 五张牌一点一张有作用的牌都没有嘛 这边先拆吧 先拆曹冲吧 希望是拆一张闪出来 然后贴索连环加九杀 直接打出个空城 加上这个流言是两个血嘛 防止这个曹冲翻面嘛 那我这边一张过个拆 要拆这个曹冲的手牌嘛 刚好拆了一张这个无懈可击 这边直接九杀去赌命啊 九杀就这回合如果击杀不了流言 我们就被满宠翻掉 就确实打不了了 那九杀翻流言 这个满宠就救了下这个曹冲嘛 救了下曹冲这边这个蔡文姬嘴排出没有嘛 就是众人也不会赢好吧 这边翻面就翻面嘛 无所谓了 就是我们这边已经是没手牌了 这个气牌就气牌吧 判个梅花 我们这边也没手牌无所谓 然后这边流言说 果然被我们击杀了 运气很好 然后我们结束的时候来 看下这个曹冲的手牌 看下大家手牌是怎么样的吧 就我们这边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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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看手牌 这边流言是没有淘酒嘛 然后这个曹冲是一张桃子嘛 这个流言是要求两桃嘛 就算满宠满宠这个满宠没有救这个曹冲吧 那也那也这个流言也死了 求两桃这边是必杀军嘛 那这边也是用这个诸葛亮来取得了第一把胜利嘛 就确实这种情况下 你想不到别的武将可以翻牌嘛 除了诸葛亮嘛 就诸葛亮这边就神机妙算嘛 把这个流言的距离给卡死了 就是诸葛亮这个还是那句话嘛 诸葛亮是在我眼里这个全阔最有操作感的武将嘛 那这边左辞化成了一个突袭 化成了突袭以后还是个标左辞 化成了突袭以后你也不去打盲剧嘛 就是随便盲都行 你看这个元素像中嘛 就开局不打盲剧就是很弱没办法 好 圣权这边就是说玩玩 就是先跳这个反贼神痕 结果还没想到这个反贼说去开一张南蛮入侵 就现在AI人机的人机的这个设定越来越奇怪 以前这个元机他玩反还是不会开这个南蛮呢 现在玩反还会开这个南蛮呢 就给这个左辞主动去卖血 其实就很迷惑 到了这个借元素的回合 借元素这边应该顺手 去顺这个路程嘛 试探机顺手嘛 这边路程选择给这个反贼方发牌嘛 他可能觉得这个吕不像反贼嘛 孙权是明反 他自己是个反贼 他选择发牌嘛 发牌了以后这个元素也没有动 暗兵不动 好 到了这个路程的回合 路程这边有距离铁锁连环 跳清楚自己是一个 跳清楚自己是一个反贼的身份嘛 其实不用跳 就他那个他那个发牌已经是这个反贼的身份了 然后路程这边拿这个 拿这个勒布斯楚嘛 我们拿一个无中胜有 其他牌的话 其实就看大家随便拿吧 一张勒布斯勒这个左辞嘛 那我们这边的话 前之位 前之位明确跳两个反 加我们自己一个反 离点这边发牌偏反嘛 那这边徐蓉的话容错不了了 徐蓉这边只能是中内嘛 那我们直接说五张拉底 直接去控这个徐蓉的手牌了 不想让他打出任何有用的操作了 我们这边先这个 先无中胜有过牌嘛 过牌了以后 这里我铁锁连环加路程嘛 其实我是希望路程能明白我的意思嘛 铁锁连环路程以后 这个九杀路程嘛 就是把这个主中方给直接打崩了 直接九杀路程嘛 但路程这边可能看得不太清楚嘛 他出了一张闪那没办法 然后我们这边就一张冰凉村 那冰这个徐蓉吧 把他顶控一下 然后把这个顺柔千阳和决斗 传递到这个离点之类 就给离点这边两个这个 两个锦囊牌 其实还有还是挺有用的 那徐蓉这边被我们冰了以后 就徐蓉的手牌全部都是被我们掌控的 那徐蓉这边打的特别难受 在诸葛梁的下架 如果是敌人的话 那在我们的视角里 我们其实已经看清楚了 这个孙权是一个反贼 这个离点是一个反贼 陆神是一个反贼 我们自己是一个反贼 是这样的 那吕布和袁树还有徐蓉嘛 两个中一内是这样的 那离点这边说 直接去杀这个佐词嘛 九火杀嘛 他这边是选择不给 给佐词发牌了 袁树这边他可能没给发牌嘛 徐蓉这边他可能觉得 在他的视角里 他可能觉得这个徐蓉 他是个反贼嘛 我们这边是个忠臣 但是这也不能怪变嘛 但是我其实我这个铁锁点 没去解这个主中方 我感觉我已经挑了一个 偏反的身份了嘛 是这样的情况 那佐词这边这个勒布斯图 看看能不能出来吧 这边勒布斯图没有添过 浩世选择多摸四张牌 这边给传递也传递不了嘛 这边摸牌棄牌就好了 那孙权的回合 孙权这边直接勒布斯图出来了 九杀 杀这个佐词嘛 就人就开始说坑坑这个坑坑这个队友了嘛 这个佐词选了一个球员嘛 九杀杀这个陆神 我当时就在想这个陆神 你赶紧走吧 我不知道你在打些什么 好第一张杀 杀完以后 这个还没有购买 还有第二张杀嘛 这边佐词说还没有死 那孙权这边说 继续去跳了一个这个反贼身份 去这个火攻一下这个元素嘛 其实玩孙权的话 最重要的是留守牌嘛 那人机没办法 那吕布说跳了一个忠诚的身份 那其实确实大明朗嘛 好看元素这边怎么打吧 元素这边可能也觉得我们是个忠诚 他觉得徐庸是个反嘛 他直接说火攻徐庸 跳了一个反贼身份 火攻徐庸嘛 跳了一个忠诚的身份 他觉得徐庸是反 他又打这个徐庸嘛 不想让徐庸再动了 就这里又开始那个所谓的千层博弈嘛 那我们这里继续选择五张拉底嘛 我不想让徐庸再摸任何一张牌了 我们把自己反对身份跳得清楚嘛 一张过了他要拆掉元素的这个手牌嘛 一张杀把这个徐庸给杀了嘛 这样冰凉寸断期可交可不交 就是你杀了徐庸 你也没法去贴这个李点吧 那这边给李点一个这个南蛮入侵 那其实李点就爽了嘛 他这边主动选择开南蛮以后卖血嘛 他开南蛮我们这边卖血嘛 他一张杀的话左刺激已经差不多了 那这边游戏就到这了就吧 就诸葛亮期大家可以玩一下嘛 就确实在我心中是这个全阔最有操作感的武将 那我这边溜了